骑士邀请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中国金牌骑士邀请赛呢 是武汉国际赛马节的重要的品牌赛事之一 在中国骑士 那么本场比赛呢 将会是一场三岁纯血马组的一场比赛 那目前为止呢 他所有的参赛骑士呢 是包含了中国大陆速度赛马的 可以说是顶尖高手 他们都是中国马鞋举办的 年度各类赛事的冠军 以及武汉速度赛马公开赛的胜出选手 那我想呢 这将是一场非常激烈和精彩的赛事 8号也进到了闸箱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长江钢琴杯 开闸了 第二场中国金牌骑士邀请赛 出闸之后 每一体马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现在冲在最前方的应该是7号 对 7号马步步游 步步游 步步游看来是有一点想一路领跑到终点的这个势头 还不知道体力能不能够保持 7号马步步游 今天入闸都非常顺利 很早就已经进入闸箱了 没错 那么出闸之后 也是非常的快 现在是一马当先 现在是第一个弯道 已经过去了第一个弯道 跑在最前方的是7号马步步游 其实周涵 今天的状态不错 马匹现在应该是撒开了 他将身后马匹甩开的距离还是 已经有两三个身位了 对 进入到第二个弯道了 最后的弯道 最后的400米 最后的直到重速 步步游状态非常的良好 周涵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 一马当先的 现在他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了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来看 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身后我们看到 4号马是一通神龙 也在分地的追赶 在一步一步的迫近 但是距离终点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冲刺了 马上就要冲刺了 还剩下最后50米 最后50米 现在5号马 冲刺了 猛军在意而归 最后的阶段我们看到是 猛军在意而归是开始发力 但是稍微的晚了一点 7号马步步游还是率先冲过了终点 周涵 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步步游的 列马师和马主来说呢 他们要的就是出闸之后的这个领放 一路到终点 并且呢步步游同样 他也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实力 这个是冲刺的一个画面 对 那因为他今天的闸位的号码 是抽到9号闸箱 9号闸箱呢 在比较 其实比较靠近外党的 那出闸之后呢 对于他来讲呢 他不容易跑进内党 比来自澳大利亚三岁公马 他的网季 就是参赛的记录上 他首次出赛 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出赛 这个是我们慢放 全程的慢放 看一下 出闸之后 7号马 一马当先 他就开始要 试图拉开跟身后马体的距离 并且在整个比赛的阶段当中呢 他也都是将身后的这个马体 还甩开越来越大的一个优势 以至于我们 几乎都 这个从电视画面上 可能都看不到 二三四马体的一个走位了 好的 这个是7号马体冲刺的一个画面 这匹马呢 也的确将会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匹马 好 我们前场呢 再举行一个简短的 拉头马的一个仪式 不不有的马主是冯长慧 比赛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获得冠军的马匹是7号马 步步有 骑士是周涵 练马师也是周涵 这场比赛 他的成绩是1分12秒659 获得亚军的马匹是5号马 猛骏在雨而归 练马师四日古愣 这场比赛的骑士也是四日古愣 这场比赛的成绩是1分13秒245 获得第三名的马匹是4号马 一通神龙 这场比赛 练马师是田松 骑士 也是田松 三位获奖骑士 以及获奖的优胜马主 来登向颁奖台 同时呢 我们隆重的邀请到的是 博斯音乐集团总裁 吴天言 来为我们获得第三名的骑士颁奖 好 有请吴天言先生 来为我们获得第三名的王成颁奖 同时邀请到的是 东方神马实验武汉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陈婉芬女士 来为获得第二名的骑士 四日古愣颁奖 恭喜四日古愣 感谢陈婉芬女士 我们隆重的邀请到 博斯音乐集团总裁 吴亚玲女士 来为获得第一名的骑士 周涵颁奖 有请吴亚玲女士 再次恭喜获得冠军的骑士 周涵 好的 我们也有请到的是 武汉市副市长 刘立勇先生 以及武汉商学院校长 武汉马术协会会长 李作青先生 两位来帮我们的获奖的优胜马主 冯常慧颁奖 恭喜冯常慧先生 感谢 感谢刘立勇先生 以及李作青先生 来为我们获得 优胜马主颁奖 好的 各位尊贵的来宾 我们一同到舞台上 一起来见证第二场赛马赛事 颁奖典礼 这样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此空气以上的 获奖骑士 以及优胜马主 同时感谢各位颁奖嘉宾的历临 好的 好的 请一 内心有什么感受 对这个马铁 今天的配合度感觉怎么样 非常激动 因为这匹马的话 一直是在我们马房 从去年前天买回来 两岁马的时候 就一直肩膀有点问题 一直休养 休养之后了 今年七月份才拉出来 拉出来一直调教了 才一个多月 所以说今天的表现 非常的不错 非常满意 有很多这个 从这一专业的 这个骑士 那么对马都有特殊的感情 那么你作为这个 今天取得这么好成绩的 这个特殊的树荣的骑士 对自己的作季有什么感想或者感受 对他想说什么 所以说 付出总会有回报的 这是我最想说的 对今天的这个比赛的整个的这个赛道 包括这个比赛的环境 有什么要求呢 因为我们 只不说我是东奥马城的一系学员 也是东奥马城培养出来的 所以说这是代表河北会议俱乐部 我已经在河北会议俱乐部 待了快三年了 所以说 一直把这些马搭理了 也非常好 所以说一直拿着成绩也非常优秀 所以说我也非常感谢东奥马城 感谢我们的会议俱乐部 我们的冯总 所以说非常感谢他们给我这个平台 好的 那么我们也中间的希望你能够在 以后的比赛里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你 谢谢 好我们把镜头交给主画面